日本的雪櫃開落啦! 滑雪雙手選達來東京三小時車程的新悉院就最好不覺啦! 旅館有多間親子主題房,設計簡單又溫馨 房間有貼心和安全的設施,家長們一定放心啦! 還有最多可以住8個人的和室房 一家人或是一群朋友都可以啊! 旅館最刺激的就是有個私人雪場 雪度又闊又長,亦不算斜鍋,雙手必去啊! 什麼技能都沒有?不要緊! 旅館對出有滑雪用具店,夠方便啦! 如果你沒有帶自己的雪褲、雪褲,這裡當然可以借 本質都不是差的,選好尺寸,上樓上試,之後就可以滑雪啦! 雪場亦都有滑雪學校,有日文、英文教練駐場 裝雪板,單腳移動,重心調整等到是基本教學 提迷你啦!旅館15分鐘車程就去到加拿湯澤雪場 一次過玩吧! 加拿湯澤主要是初中級的雪道,一樣適合身手來練習 不過因為天氣關係,雪場暫時未開放 想去的就要查看官網啦! 果園一年四季都可以摘到水果 冬天就當然是摘士多啤梨啦! 新積院獨有的和服桂田稿,染料來自天然植物 顏色樸素柔端妝,Pattern多數以條紋為主 和服打扮,當然要去舊齊藤家別底拍照打卡啦! 米餅是新積院的名物來的 一於DIY一個屬於自己的米餅啦! 有醬! 全球拍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